非常的多 好 先来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最近非常关心 就是在校园霸凌的事件 不过来看到 这是在高雄市有两位高职生 日前居然为了这个小小的事情 为了草莓丢到脸的事件 两个人居然找了十多位同学打裙架 而且其中一个人的胸口 还被刀插进去他的胸膛里面 这情况非常的危急 马上连线给记者孙允玉 好的 高雄市一所职业学校的两名学生 日前在学校嬉闹 结果其中一名学生是拿着草莓 往另外一名学生的脸上丢 引发了两位同学的口角 结果这两名同学当场就翻脸了 而且还约定在放学后 要在学校附近的一间保龄酒馆的停车场来谈判 但是双方都带了人马去 结果是一言不合打起这个裙架 结果其中一名的男子胸部 被其中一个同学刺终一刀倒地 这全部都是因为一颗草莓 往脸上丢的这个这样的事件 所引起 来听听听听听看稍早前警方的说吧 这个戏固所引发的是同学之间 因为在学校里面 有玩耍 然后有拿到这个草莓 然后有丢纸 那丢到脸以后 那算后面有亮成不愉快的情形 才引发这样的事情 谢谢 那么警方先后是逮到 其中涉案的六名少年 他们都说呢 他当时只是去驻证 不知道会发生这个事情 不过呢 当时拿这个水果刀 刺中男子的这个嫌犯说呢 他当时呢 只是说要刺他的手背 但是呢 无意中呢 才刺到他的心脏 不过呢 警方还是将他们的 依杀人未遂罪呢 来移送法办 不过呢 被刺中的男子 目前还在医院急救 以现在呢 是没有心跳 完全的心肺呢 都只是靠这个 叶克膜来维持 以上是现场的最近消息 将时间交还棚内主播 居然为了一颗草莓 这好朋友翻脸来看到 这个在校园里面 真的是会有一些暴力事件了 十个人斗殴 目前有一个人 因为水果刀插在他的胸腔里面 现在还是命违的状况